來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Morris李夢如 我來自高雄 然後這是我在台東的第四個禮拜 那我會來這裡的目的是跟今天的第一位 所以原則阿碩是一樣的 我在這裡當替代曆 那我服役的單位其實離這裡很近 就是社會處 社福館 走過來就到了 今天我要帶來的三首歌呢 我想說每個在準備歌的人 可能都會想不知道會不會撞歌 尤其是如果有些特別意義深遠的歌 常常大家都會想唱 那唯一一個辦法保證你不撞歌 就是帶來自己的創作曲 所以我今天的三首歌都是自己的創作 那等一下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我會在歌與歌之間 就是可能會講一下這歌創作的背景 每一首歌都有它背後的一個故事在 那我現在第一首帶來的這首叫做 《出走》 最後我們就說了 就直接開始了 出行中的歌曲 《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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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不尽快钟 却一人敢听谁说 声音让人懂 但我下次也不够久 无如把酒 踏着开花 给来的酒 又没有一种魔咒 能让世界全都沉默 为我听了几秒钟 出走 走出自己的天空 河畔的拼着花 都被打破 我要我自己的梦梦 为什么我要遭遮住了梦 放手 放过一笔一个人自由 社会的福利已经别拉我 就算电脑回头走 也要不用自己的方式 就算电脑回头走 就算电脑回头走 时间不停转动 视线在庞大的生活 谁带着不遥留 只能随破那一样走 声音不尽快钟 恐惧鱼耳大 云尽谁说 睡着发明的梦 更多傻子言 不遥留 不遥留 不如把酒 搭车开我越久 又没有一种魔咒 能让世界全都沉默 为我听了几秒钟 这是什么时间不得了 尽量的梦 这种魔咒 能让世界全都沉默 不遥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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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间不遥留 初走 走出自己的天空 河漫的框架還被打破 我有我自己的夢 為什麼要跟著頭流 放手 放我一個人自由 社會的法理請別冷酷 就算你老回頭 也要不用自己的方式去走 就算你老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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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在國中的年級 然後後來是到高一的時候 加入吉他社學了吉他 才開始把那個歌詞補成曲 那一直到寫到這首歌 是我國三的時候寫 國二還國三 高二還高三那時候寫了 第七首歌 就是這首初走 那為什麼會寫這首歌 其實就是 大家在台灣當過高中生 或是高職 whatever 大概都知道 就是我們要宣助 那就 我們常常 大人都會告訴我們 360行出狀元 可是奇怪 為什麼我們宣助的時候 我們的夢想好像就會有位健之分 如果是 你說我的夢想是當醫生 全世界的人都會支持你 你說我的夢想是當一個歌手 你的爸媽可能就可以 啊不要啦 你吃不飽啦 然後每次家族聚會的時候 可能有些就會跟你說 當派遣師也不錯啊 當律師也不錯啊 反正就是不會讓你往藝術的路去走 那偏偏我很喜歡藝術 就是不管是唱歌還是設計 其實都蠻喜歡的 那那個時候 我在我媽的逼迫之下 我就選了自然組 就是要考醫科的那種 可是在高二的時候 真的就是受不了了 然後那個時候就覺得 你要轉一類社會組 那就在那個時候 誕生了這樣子的一首歌 那往後快轉個五年 就在我去年的時候 大四 那個時候我剛結束 在綠騰生機 就是一間 算是B型企業 就是有點像社會企業的概念 結束在那裡的實習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跟我們的創辦人 就是想說 他看我那麼喜歡唱歌寫歌 就說要不然就是來寫一首歌 是我幫他們寫 但是那個 就是在寫歌的過程中 跟我們的創辦人 就是有蠻多的討論 然後那個時候 再一次的討論裡面 讓我印象很深刻 這首歌我原本想要傳達的理念 就是說 一個想像就是一個上班族 普通的上班族 然後你每天過著平凡的生活 一成不變 然後你不知道自己為了什麼 只是為了賺錢 然後就很無聊 直到有一天 忽然然後還閃過一些 可能熟悉的旋律啊 提醒你 最初的小時候的夢想 然後到副歌就是講說 這一個人他去 開始創業 然後去追求夢想的這個過程 所以這首歌是想要寫給 就是說在創業 或是追尋自己理想的朋友 那那個時候 那那個時候